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歷史一直以來都是修心養性的藝術 到了21世紀為何大家還覺得需要寫書法 其實都使人的生活非常繁忙亦都非常急速 我們在寫書法的時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去關照自己的內心 一膚一吸 每一筆每一畫之間 都只有我和這個紙筆墨染 會是一個非常好去可以 調節自己生活的急速步伐的一件事 我們拿起一支毛筆的時候 我們通常中國都是用雙勾法 食指和中指拿著筆 大帽子就這樣鉗著 然後無名指和尾子就這樣托在後面 我們側筆的時候有一個紙密掌虛 即是我寫字的時候 手指是密的 但是中間的心是會是空的 因為很多時候人們寫字 雙勾法的時候 把筆靠得太近的掌心 其實反而你是不能夠在側筆的時候揮曬至於的 如果是的話 我們應該要把手指移開一點 在掌心有一個虛位 其實以前人們可以小時候 會塞一個雞蛋 濕熟了雞蛋在掌心那裏 去練這個毛筆字 這個就叫紙密掌虛 我們講的側筆的方法 如果是這樣側筆的時候 其實如果用力的時候 中指向這裡壓進來 無名指在後面用力去推出去 所以側筆的時候 譬如我寫一隻字 譬如畫文字這樣 這裡我轉上來的時候 要用力就由無名指推上去 我要回來這邊的時候 撇回來的時候 就中指用力扣一隻筆下來 好的 來等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